一个多世纪前 澳洲内陆诞生了众多为黄金而生的小镇 金矿干涸 喧嚣散尽 这里留下的是无数废弃金矿坑道和矿井 仅有不到一百人口的Sandstone镇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今天的人们相信 这些错综复杂的矿井下 总会有前人漏下的宝藏 于是 现代寻宝者们分治踏来 再次来到这个被时光遗忘的小镇 但有的却永远留在了这里 一本正经医疗案件 轻轻松松做视频 大家好 这里是办公室瞎聊 我是瞎聊小妹 我是瞎聊阿姨 视频开始之前 记得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2015年3月的某一天 Sandstone镇上供野营车使用的公园里 突然出现了一只大丹犬 好心的野营者们拿出了食物和水 这只大丹犬刚闻到汽水 就像风了一样扑到水瓶上 显然已经可坏了 这时有人认出了这条狗 他叫Ella 是前一段时间来过镇子上 一对中年夫妇的狗 和他们聊过天的一名野营者回忆说 这俩还有另外一个男子 说要去30公里以外的 美奥矿区寻宝 本该和主人一起 在30多公里外 探索废旧金矿的Ella 为什么会出现在镇上 为什么如此口渴 人们不敢再抢下去 赶紧报警 一场大规模搜救行动 迅速展开 有关部门派出大量人员 及小型飞机对周边地区 进行了细致的搜索 当时也在Belch & Burst附近 淘金的Robert Blair 一行6人为搜救行动 提供了重要线索 27日 也就是Ella跑回镇上的一天前 Blair和两位朋友 开车到金矿附近 寻找合适的露营地 路上他们路过了一个 没有人的营地 他回忆说 这个营地看起来蛮不错 有两辆车停在这里 一切都井井有条 扮着折叠桌椅 还挂有晾衣绳 绳上还有洗好的衣服 营地中间坐着一条 黑白相近的大狗 用好奇的眼光 注视着Blair的车 慢慢驶过 而在他们选好营地 原路返回时 他们注意到 这个营地 三五百米开外的 小道边草丛中 半藏着一辆四轮摩托车 他们没有多想 只以为是其他寻宝者 正在附近的矿洞里淘金罢了 第二天28号 他们拉着野银车 和三位女士 来到附近扎营 嗅觉敏锐的女士们抱怨 男人们选的营地太糟了 一直有腐烂的 袋鼠的味道飘来 31号 一名警官来到营地 告诉他们 一项寻找失踪夫妻俩的 搜救行动 正在附近进行 黑白和他的朋友们 想起了那个 只有一条狗的营地 赶忙跑过去查看 营地和他们四天前 看到的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那辆四轮摩托 也还在原地 没有任何车轮的痕迹 经过短暂查看后 他们确信 这个营地 已经很久没有人了 因为他们在 停在营地的越野车中 发现了一个 装有现金的钱包 而且车门内部 已经有马峰在筑巢 甚至 布雷尔一行 不是唯一来到过 这个被遗弃的营地的人 在营地越野车 挡风玻璃上 他们发现了一个 由当地地方政府工作人员 留下的纸条 上边说 工作人员为了保证安全 从空无一人的营地中 拿走了一把 无人看管的猎枪 警方闻讯赶来 一番调查后 做出了一样的结论 营地中的补给 还很充足 食物和饮水 都剩下很多 也没有任何 打斗的痕迹 谁也说不上来 营地的主人 去了哪里 由地面人员 和小型飞机 组成的搜救队 以夫妻俩 最后的营地 为基点 对附近的废气矿坑 进行了细致的排查 11天后 4月9日 这对夫妻中 丈夫 Ryan的尸体 在Vell Chambers的金矿 一条12米深的 废气坑道中 被一名搜救人员发现 发现尸体的地点 距离他们遗弃的营地 大概又有 两公里远 但距 Blair一行人的营地 仅有不到 百米的距离 所以 女士们闻到的 腐烂 弹鼠的尸体 实则 就是Ryan 由于尸体 在高温天气下 迅速腐烂 尸体完全无法判断 死亡时间和原因 而与她 形影不离的 妻子Jenny 则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警方判断 Jenny 生还的几率 几乎没有 在花了三个月时间 对附近 2000公顷的 所有废气矿禽 进行了排查 顺便封闭了 130处的危险坑道后 搜救行动 最终停止 西澳政府 发布了高达 25万澳元的悬赏令 征集任何可能 见过夫妻俩人的目击者 也呼吁公众 在附近留意夫妻俩 可能随身携带的 淘金设备 然而 要在西澳荒野中 找东西 哪有那么简单 25万奖金 至今没有人领取 据警方调查 一死一失踪的夫妻 来自珀斯东部 是同一家 矿年公司的员工 和其他来到 Sandstone的旅游者一样 他们也是想到 金矿中寻找金子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他们第一次 出远门寻报 和他们一起的 还有教他们 如何找到金子的 一个朋友 兼同事 Graham 作为最后 见到两夫妻活着的人 他有难以洗刷的嫌疑 据Graham说 他早在Ella 跑道镇上 六天前 就已经离开 Sandstone 返回珀斯 留下两个寻宝新手 独自在矿区 口说无凭 参与此案调查的 Steven 警官认为 Graham在途中 和夫妻两人 起了冲突 趁着四下五人 对两人下了毒手 抛尸矿坑中后 逃回了珀斯 据Graham口述 他离开夫妻两人时 走的是一条 利青路 但他的手机 和车上的GPS 却显示 他走的是另一条路 如果他真的 只是提前返回的话 为什么要在路线上撒谎 Steven 警官 以此要求检方 正式对他提出指控 但检察官则认为 尽管他的确有嫌疑 但却没有任何实际证据 显示他做错了任何事 所以拒绝对他提出指控 无法说服检察官的 Steven警官强调 Graham是唯一的嫌疑人 现在没指控 并不代表他是无辜的 截止以上 是2015年发生的事情 一直没破案 对 就是不是唯一可以有嫌疑的人 证据不够 证据不够 检察官不予起诉 他们当时就觉得 可能就是失足或者怎么样 这对他们的证来说 应该有先例的 没有经验的逃禁者 对 找不到了 对 但是就在最近 有一份公开发表的调查结果中 西奥验尸官Rose发现 Ran于当年3月22日左右去世 并且不是意外从矿井上跌落的 他发现Ran先生是在矿井底部被他人杀害的 此法医发现Ran的舌骨骨折是由盾力外伤或手勒造成的 我发现Ran是在矿井底部受到的伤害 他的死亡是暴力造成的 可归因于创伤是由一个或多个身份不明的人所造成的伤害 Ran可能是当场死亡 也可能是死于创伤引起的并发症 很可能是Ran的伤口破露 导致了他的死亡 造成Ran受伤的一人或多人 也可能将Ran的尸体移到矿井底部 以便将其隐藏起来 但这一点尚未确定 女法医将报告提交给了检察官 不过她表示 将这份报告提交给检察官 并不是因为她相信在Ran或者Janny的问题上 Graham先生有任何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 法医表示 Janny女士已经死亡是毫无疑问的 并且她的尸体仍在那个区域一个未知的地方 然而由于Janny的尸体仍然下落不明 女法医认为 我们无法知道Janny女士的死因 尽管我们推测 Janny的情况需要从她丈夫身上入手 但这并不意味着 Janny女士也造到了和她丈夫同样的命令 Janny可能设法逃离了眼前的威胁 然后迷失了方向 就是说在案发当时 她老公可能是遭到了暴力的一个侵害 她老婆在边上就拼命的逃 但是因为那是像是一个一广人系的地方 她迷路了 就可能死 那为什么不是她老公 她老婆把她老公杀死 可能他们真的是找到金矿了 她老婆想拿走 她把她老公杀死 直接从案件变成了miss 但是警方仍然坚信 是Granham对夫妇俩下了毒手 但是警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所以他们做不了什么 Sunstone面积达到了32882平方公里 和中国的海南岛相当 S在这和海南岛一般大小的区域内 长处人口只有89人 这怎么找啊 人都找不到 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 0.0027人 而且事发地点附近 又到处是淘金热石留下的矿道 即使百年前的矿工们 也恐怕说不清到底有多少 这样一个地广人稀 没有监控 没有目击者的地方 确实是一个完美丢弃尸体的地方 没有比这个更完美的犯罪地点 唯一有可能保留证据的 就是受害者的尸体 但是根据已经找到的受害者尸体 由于严重腐烂 连死亡原因和时间都无法确定 更别提能联系到可能凶手的证据了 所以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杰逸的尸体 指望这个尸体能提供证据的希望 就更加渺茫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教皇爷 Ryan和杰逸丰富失踪案 仍然没有侦破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 Granham能理直气壮地 坐在法庭证人席上的原因 如果他的确没有做什么错事 自然一声坦道 但如果真的是他杀害了夫妻俩 他也明白自己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找不到尸体 找不到尸体也抓不了我 对 所以是没什么好怕的 这就 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 2015年到现在8年了 对啊 那杰逸的尸体 就算有尸体也已经风化了 对啊 就已经没有 哪怕这个法医能够说 他觉得怎么样 他这个报告出来 但是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指示 跟他们一起去的朋友干的 对 两条生命不明不白的 消失在西澳金矿中 警方调查却无从下手 夫妻俩究竟 在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 只能靠到 大家想象吧 我觉得是夫妻俩吵架 我并不觉得是 那他如果是杀了那个老公 但是他如果能把老婆的尸体 藏得那么好 或者说他老婆自己跑了 尸体还找不到 他一定也能把他老公尸体藏好的 他不会就让他老公尸体在那边的 你就说他那这个 一起去的这个人 他只是无辜的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对 他就是在 他可能先走了 然后遇到 他们两个自己挖的时候 发达了 对 也有可能后面又遇到一个人 你的意思就是说 老婆把老公杀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 老婆其实没死 他只是匿名 过生活权了 但是也有可能遇到第四个人 他们在挖的时候 有第四个人出现了 看到了他们挖的东西 想要拿走 老婆确实是害怕逃走了 也确实是迷失了 对 从而言之 这个真的就是 请大家发挥 想象大家觉得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米案 因为所有的案件 做到现在 都是有一个结论的 这个是第一个没有结论的 那以上就请大家 在评论区发挥大家的见解 好的 今天这个视频 再见 拜拜 拜拜